根据方案 攀于粤港澳优质生活圈示范区建设 以祈福新村全域为核心向外辐射 整体规划占地面积约14.5平方千米 空间上打造一区两基地两组团的 122总体功能布局 1991年那时候第一次发售 当时已经差不多有整八成的都是香港人购买的 现在过了30年 经过这30年的沉淀 我们祈福新村已经成为有接近3万的香港业主 107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在这里居住 20年 我们一退休回来 这里环境好 地方够宽敞 所以我们就回来这里退休 一区两基地两组团中 一区指移居社区核心区 两基地即是健康医疗合作基地 文化教育交流基地 在攀与祈福新村 有中国首家国际JCI认证的三甲医院祈福医院 我们就是提供由幼儿院至大学御科的一条龙的教育 十几间学校 其中也都是有进行这个相遇的教育 还有我们现在是有差不多超过一千多名的香港籍的学生 在我们学校那里读书的 我们最近也都是特别成立了这个港澳子弟班 方案提到的两组团即为特色产业组团 休闲旅游组团 休闲旅游组团主要依托大夫山森林公园 文化公园等休闲旅游资源 串联周边长龙旅游度假区 宝墨园等著名景点 与港澳联合设计一成多站的旅游精品路线 促进消费再升级 加大这个速速造林这方面的一个日化的这个重养方面的一个投入 融入到大湾区的这个开花和建设之中 让我们到湾区的市民游客感受到幸福感啊 安全感啊 获得感啊